民眾不敢太靠近 遠遠拍下 前方火球 噼哩啪啦 燒不停 從室內看更是可怕 火光高過圍牆 幾乎快波及住戶 會這麼嚴重疑似凶手就是他 這是以來第一次 以來第一次 凌晨三點多 男子鬼鬼祟祟 背後還跟著三隻黑狗 他走到連排機車中間 整個人蹲下不知道在做什麼 接著二度折返 十幾分鐘後 機車開始冒煙擠貨 從那邊燒過來的啦 很熱啦 半夜起人尿尿 外面怎麼那麼紅 一台貨車燒到半軌 二十台機車複製一具 全是附近住戶的 看見愛車燒成這樣 真的好傻眼 好可怕喔 然後會這樣子 會掉兩天都變這樣子 不想死了嗎 台中系屯伏順路上 寧靜的住宅區 五十六歲真姓皆有帶著打火機遊蕩 因為身邊跟著流浪狗 當地人都叫他狗王 清晨六點半 警方在十四號公墓找到人 公辭是說有承認到現場 但是否認有縱火的行為 但是我們依據現有的證據資料 還是他的嫌疑最大 監視器拍得清清楚楚 男子還想抵賴 但警方認為他涉嫌重大 還是一公共危險罪送辦 幸好沒人受傷 不過嫌犯沒固定收入 車主恐怕求償無門 記者陳公認 這是李雲傑台中報導